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全球新闻联报 中共二十大新闻中心十七号下午 举行第二上的记者招待会 中外媒体聚焦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上任十年以来反贪腐的绩效 中央纪委副书记 国家监委副主任萧培指出 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 二十年大打贪腐下来 全国纪检机关单位共立案审核调查 严重违纪违法各级一把手 只有二十点七万人 针对十年打贪腐经验 萧培首先表示 十八大刚开幕的时候 党内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 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使命的方式 展开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新时代全面从研制党 十年磨一剑 全面从研制党 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鲜明主题 对于十年下来有哪些成果 萧培表示 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 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464.8万余件 其中审查调查中管干部有553位 处判厅局级干部2.5万多位 县处级的干部共有18.2万多人 他列出官方十年打贪腐的数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立案审核调查的有553名中管干部之中 包含18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49位 18届中央纪委委员12位 19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2位 19届中央纪委委员6位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核 严重违纪违法的各级一把手 有20.7万位 十九大以来 纪检机关审核在贪腐贿赂问题上面 犯罪的有7.4万多人 其中首次贪腐行为发生在党的18大之前 占据48% 首次贪腐行为发生在党的19大之后的 占据11.1% 19大以来 共有8万多名人士向纪检机关主动投案 在此同时 举报量连续4年下降 2021年比2018年下降了29.9% 接近30% 据了解中共中央纪委连续10年 跟国家统计纪合作展开民意调查 今年调查结果97.4%的群众认为 全面重研制党卓越有效 而这个数据比起2012年18大之前 提高了22.4% 华尔街日报16号指出 习近平在过去10年任期之内 透过反腐运动清洗政治对手 成为几十年以来中共最强势的领导人 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 如今习近平所整肃的对象 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对手 任何对其权力构成挑战的潜在势力 不管是真实还是想象 都可能成为清洗对象 甚至连习近平的老朋友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都受到波及 数据显示 2021年中共纪委 透过贪污以及其他罪行 处罚了大概62.7万名官员 而这大概是习近平 2012年开始执政时期的四倍之多 同时中共17号 失去讨论习近平前一天发表的工作报告 高层代表纷纷表达对习近平的忠诚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这显示出习近平的绝对跟终身领导地位 可能会在本次党代会上被写入新的党章 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各自领导的代表团 分组会议上几乎使用相当的措辞表示 他们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观察人士表示 本次党代会一开始就为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雷定掉 显示出习近平不仅会打破常规 获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个五年任期 而且自己可能还会在本次党代会 修改的新的党章里面 奠定自己终身跟绝对的领导地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所做的报告 得到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吹捧 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各家电视台 无一例外的把这份政治报告加以渲染 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未来之路 很难为释出的报导二十大之外 更是将台标改成红色 不过民间对二十大却反应冷漠 在中共二十大上面新评政治报告 长达两万多字 官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各省级媒体 17号均是以头版或是多个全面版面 来赞扬这份报告 并且发出引导式的解读 而在新浪微博人民网的账号表示 9个数据带你速读二十大报告 一个中心任务 第一要务三个务必 五项重大原则 以及六个坚持 新华社微博账号 则是用二十大报告金句 来展现出中共为何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好等问题 而各地官方媒体紧跟官媒力挺二十大报告 河南卫视更是将台标改成红色 不过媒体却发现 二十大报告点赞或是评论其实不多 部分账号甚至关闭评论 纽约时报则表示 在中国因为审核严密 民众担心发表偏离官方观点的言论会遭到报复 政治上几乎从来不是公开讨论的话题 今年北京跟全国各地气氛更加沉默 因二十大会议期间当局更加全面控制 二十大开幕这几天 北京城里到处都是警方 通往市中心的几条干道 绝大多数不准汽车单车或是行人进入 甚至还会被拦紧 13号四通桥事件发生之后 当局危安部署更加严密 而北京市民似乎也刻意回避讨论二十大 民众表示 大家对政治陷入不敢发言的状态 不太谈政治 也不太愿意被政治所劫持 过去老实说 北京计程车大爷们特别爱聊政治 现在他们也不聊了 纽约时报记者在朝阳区公园里面 采访对象谈谈二十大 总算有几个人愿意受访 不过他们的小孩却表示反对 还要求媒体删除采访内容 随后还来了好几位警察合计记者身份 并且询问他来公园的目的 而据于在网络世界里面 大会官方宣扬跟公众相对沉默之间的对比 更加鲜明 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宣布 将推迟公布第三季的经济数据 不过当局并没有说明确切原因 此前计划原本是在18号上午10点公布数据 消息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滑落至3% 低于原先5%的目标 创下32年以来的最低 有专家认为推迟公布是为了不打扰 习近平的加冥仪式 中国国家统计局更新的日程表显示 原定在本月公布的10月以及第三季度GDP 工业、投资、消费、房地产等数据 推迟公布 10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形新闻发布会 也宣布延期 而早在本月14号 中国当局已经推迟公布9月份的贸易数据 对于这两次的推迟 当局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不过法新社指出这种在最后一刻才公布 官方公布统计数据时间的做法是非常不正常的 过去中国经济有所谓的经久饮食的说法 也就是9月跟10月这两个月份是销售忘记 一般而言各行各业 在这段时间里面都会降价促销 一般而言9月跟10月也是假期比较多的 同时也被认为是大家钱袋子比较古的时候 但是今年中国全国例行清零防疫政策 经济大数打击 不少人更是因为封控而无法上班导致失业 同时中共20大新闻中心 17号上午10点举行第一场的记者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当组成员们被问到 很多分析师预测 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恐怕仅剩下3%左右 当局表示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明显改善 尽管有非常多不利的因素 包含新冠疫情跟极端气候 至于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来预计 现行防疫政策不会很快出现重大调整 但是2023年3月 中国全国两会之后 防疫情势可能会出现转变 因此维持对2022年跟2023年 全年GDP增速预测为2.4%跟4.6%的推估 他们还进一步表示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潜在GDP增速可能会降至4%到4.5%中间 2023年之后则进一步的放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官员拒绝配合美国方便 为了安排11月20国集团峰会期间 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谈议程所做的准备 习拜会可能因此告吹 不过今天中国外交部表示相关报导是不识消息 一位首席计划人士表示 北京方面拒绝跟试图起草会议议程的美国官员接触 此之可能导致中美元首的会谈计划告吹 这场会面被视为是拜登跟习近平之间的一次机会 继此利用拜登登任副总统期间 两个人建立的个人关系 来消除中美关系之间的分歧以及矛盾 包含在台海贸易跟人权方面的议题 而这也是拜登上任之后首次中美元首的会谷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7号在例行制酒会之中表示 宋文报导并不是事实 此前白宫也出面否认 在安排习拜会谈判上面出现任何的问题 还表示政治报的报导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表示 美中两国已经派出团队来研究本次的会议 不过现实不会就会面时间跟地点做出评论 同时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中 没有明确提及到中国未来具体的外交政策 也没有谈及到中国近五年以来跟各国的外交关系 不过南华早报指出习近平实际上已经释放出间接的信号 习近平表示面对国际情势 外部勒索 遏止 封锁 极限施压 中国国家利益始终是首要的 报导分析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使用勒索这个词汇来描述政治局势 北京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自身研究员谢茂松表示 习近平的报告表明中国将发展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西方所施加的压力 日经新闻报导 在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实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之后 美国科技剧情 苹果公司已经暂停在产品之中 使用中国厂将存储记忆体芯片的计划 同时华街日报调查之后发现 总计有43位美籍高管 在16间中国上市半导体企业担任要职 而且全都是核心人物 目前他们都陷入在中国工作 或是在美国国籍之间二择一的两难情形 根据日经新闻 多位消息人士表示 当美国政府在10月初公布 对中国裁剧更严格出口限制之际 苹果早已经完成长达数个月的认证 准备采用长江存储在新的iPhone快闪记忆体 因为他们的芯片比其主要竞争对手更加便宜 至少20% 不过东民消息人士表示 随着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压力 跟来自美国决策者的批评 已经让苹果公司改变主意 美国上个礼拜将中国最大的记忆体芯片制造业者 长江存储跟其他30家中国科技企业 列入未经核实清单 同时美国政府的禁令 还禁止美国公民跟永久居民 在未经许可的情形之下 在中国半导体产业担任要职 协助中国研发或是生产先进先变 华尔街日报检阅公司文件跟企业光网之后发现 在16间上市的中国半导体公司里面 至少有43名高层是美国公民 他们大部分担任执行长 董事长或是副总裁的高阶职位 如果这些美国高管跟美国企业集体撤离中国 那么中国半导体制造业恐怕一夕事先瘫痪 文件显示 这些高管几乎全部都是在矽谷 为美国芯片制造业者或是半导体设备公司 工作多年之后才转入中国芯片行业 有些人还是通过千人计划等项目被吸引到中国 分析表示 对于中国企业的许多高阶主管而言 新的经历恐怕迫使他们在工作跟美国公民 或是永久居留身份之间抉择 专家表示限制中国公司接触到美国人才 相当于直接打击中国试图升级芯片技术链的核心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尽管新的制裁对中国半导体制造业造成沉重打击 不过随着中国向深圳半导体公司提供大量补贴 跟财务激烈的措施 如果中国大力发展芯片产业 那么美国影响力最终还是会消退 欧盟各国外长这个礼拜将在卢森堡举行峰会 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欧盟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援助 另外外长们也将讨论到如何微调同中国的关系 而伊朗当局镇压国内抗议活动 也是本次峰会的议题之一 根据德国之声 在涉及到对华关系问题上面 欧盟外长们表示将在本周晚间时候 讨论如何微调同中国的关系 中国是欧盟最重要的投资贸易伙伴 欧洲对中国产品跟原材料具有高度依赖性 欧盟外长官们表示 布鲁塞尔方面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正将中国引向一条日益专制的道路 同时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 也令欧盟感到不安 欧盟同时也在密切关注中共二十大的议题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 欧盟一份最新的内部报告建议 欧盟官方应该强化对中国态度 开始视中国为全面性的竞争对手 限缩双边潜在的交流领域 预计将在17号的欧盟外长部长会议之中进行讨论 根据报导 这份由欧盟各国成员外交单位撰写的午夜报告 建议欧盟应该更密切的跟美国进行合作 针对网络以及混合式的威胁来进行防治中国以外以供应链的多元化 以及跟其他印度太平洋国家之间加深关系方面进行改善 报告强调对欧盟美国跟其他志同道合的伴而言 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更加强悍的全球竞争对象 因此有必要评估如何对当前以及可预见的威胁做出最佳回应 不过报告之中也坦诚 这样做可能会扩大中国跟欧盟在政治抉择以及立场上面的鸿沟 该报告指出欧盟在2019年3月公布的文件 当时将中国定义为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以及系统性的对手 不过这套看法如今已经过时 一名欧盟资深官员表示 最新评估清楚地显示到中国不准备改变 换句话而言不仅在经济层面 就连政治层面都应该进入全面竞争的阶段 其他官员们则认为中国暗中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并且扩大对台湾的文攻武嚇、漠视香港人权 以及镇压维吾尔族等相关事件 都是在欧盟上一次定义中国角色之后的新的进度 因此目前觉得欧盟重新思考如何看待中国关系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